最近这一两年,大家对日本走出泡沫经济,基本上有一个明确的认知,就是差不多了。 那么日经平均指数,重新又回到了33年来最高点。 过去我们谈论,日本在泡沫崩溃以后,日本有失去的10年,失去的20年,失去的30年。 那30年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呢? 上个世纪90年代,当泡沫经济出现以后,那日本有一个叫青田苍燕的经济学家,下过一个定语。 他说,日本走出泡沫经济,大概需要30年。 这个时间是指一代人。 原先泡沫经济时代的旧的制度,将被新的制度所淘汰。 而一个新的制度的产生,差不多需要一代人的时间。 但他有个前提,这是在和平的条件下。 所以我们不能把中国现在的情况跟日本做类比。 第一,两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完全不一样。 第二个,中国政府对未来的经济走向,它的判断跟日本当年是不一样的。 中国更倾向于搞两超多强。 他认为冷战结束以后,一超多强的格局逐渐被中国崛起之后,东升西降。 那么这么一个趋势所替代。 所以你看到日本经济的时候,应该关注一下,它为什么会出现泡沫。 泡沫以后,它怎么办呢? 那么它在这过去的三十年里,对中国是抱有什么样的感情。 从经济这个角度上来说,始终有一条主线。 从1991年,日元外裔时代开始。 日本大量进入中国,就资本这一块。 那么即便是在政治交往,比较冷淡的时候,我们还能看到一种叫正冷,惊热。 直到今天,你还能看到日本向中国出口的机床,出口的这些设备。 占中国对外需求总的比例始终不低。 可以说日本人是在正最后一个同伴。 在美国允许的框架下,他们始终在对华输入。 那么,你应该能够感觉到,他对中国抱有的这种观点,是非常复杂的。 现在有了一些变化,从去年开始。 越南人在日本,就外来用工的比例上,超过了中国人。 而且有一个判断,现在规模还比较小的印尼人,在未来有可能成为最大的外来工人的阻力。 就是,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。 日本对海外劳工的需求是增加的。 而对中国劳工,应该来说,他们不像之前那么依赖。 开始进行了一些切换。 而且最新的消息是,日本有一些银行,已经开辟了人不到日本,钱都可以存入日本,开设账户的这个模式。 之前我们知道,其他国家其实也有在中国市场上。 人不出来,先给你开个户。 有的甚至是视频开户。 这说明什么? 说明他对中国所有的需求都开始调整。 他开始不那么在意,来自中国的工人,但是他非常在意,来自中国的这些精英阶层。 即便暂时来不了,先开个户,把资产转移过来,角度三枯嘛。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,日本的步伐还是相当稳健的。 他们对未来的经济有不仅是复苏,有极大的信心。 还有一点也是基于习胖的政策。 习胖在过去的几年里,反复的强调军队要能打仗,要能打胜仗,要备战,要强军。 这也就意味着,他对台湾的攻击已经走上了日程表。 大家还记得,日本经济的复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吗? 二战以后,本来对日本的制裁是相当严厉的。 美国人当时的计划,是日本的收入不高于周边国家,尤其是被他侵略国家的国民收入。 就对他是有一些限制的。 即便他原来非常辉煌,可以说在工业体系的建构上,是全系列的。 日本是第一个造专业航母的国家。 那么有这些产业工人反而不用压制着他们。 是美军进入日本以后,基于对二战末期那种身风攻击, 新有余计所制定的政策。 但很快这一切都被打破了。 韩战爆发了。 韩战爆发以后,日本作为亚洲最大的可以供应军备和帮助士兵休闲的场所, 迅速地恢复起来。 日本经济的恢复,其实第二个有利的态势是越战。 那么越战期间,日本又赶上了这辆车。 那么越战结束以后呢,它面临了几个问题。 第一个,日本经济发展起来以后,尤其是汽车大量进入美国市场。 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召回,后来又重新进入包括本土化。 这样日本在美国挣的钱,就远远高于人们的想象。 泡沫崩溃之前,他们甚至要买下美国。 那很多标志性的产业都被他们占据了。 但是很快,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国家,它的竞争力开始爆发起来了。 可以说日本在过去的30年里,它本能的被一个新的经济体所替代。 这是它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。 那么现在为什么它又可以复苏呢? 一来是30年,一代人的调整,制度性的改变。 第二个,是又进入了接近战争的年代。 日本经济的复苏,前两次是基于韩战和越战。 现在呢? 那因为中美之间的博弈,因为台海的危机。 在重构安全供应链的过程中,日本又重新拿回了主导权。 所以相信在未来的经济版图中,日本经济的复苏将是相当令人瞩目的。 好了,谢谢。 谢谢大家。 再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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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